台湾上后协商 终于达成共识 希望台湾有关方面 积极落实计调条款 让威蓝者和安息 给家属一个交代 外相 现 对于家属所受的煎熬 海警署愿意再次公开表达歉意 请家属接安 两名威蓝者终于能够返回故乡 家属也等来了迟到的道歉 希望台湾方面能尽快公布事件真相 做出公正的调查结论 并对涉事人员做出相应处理 两岸本就一家人 尽将与金门 依水之隔 更是欣赏加亲 还有关部门 理应善待大陆渔民 确保今后 不再发生类似这样的 伤害两岸同胞感情 迫害两岸关系的恶性事件